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好们 大家好 华语有加揍 我是树根朽木 移民海外是现在很多人都会考虑的一件事情 不管是为了教育资源又或者是社会福利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 人才也同样处于高度的流动性 不过相比于现在人们对于移民的日趋理性化 上个世纪的时候却有着无数让人听后心痛不已的移民故事 在这中间有的人会选择嫁给一个不相爱的人去获取身份 还有的人甚至会让自己的另一半去嫁给别人 通过取献救国的方式来最终得到合法的身份 小鱼是移民移移场的女工 因为没有合法的工作身份 她早已经每日习惯了躲避移民局的追查 移移场更是因此只愿意支付给她极低的薪酬 每日这般的操劳可小鱼来美国所谓的 都是为了自己的男朋友江伟 这江伟是来自海棠的留学生 他为了登塔国办公办读 不上学的时候便去于是打工 这对情侣的日子并不宽裕 可由于没有合法的工作身份 小鱼又不得不忍受老板的压榨 即使他们两人攥紧钱包过日子 可在纽约的高物价面前 一切都还是显得捉襟见肘 不同于单纯懵懂随遇而安的小鱼 江伟则迫切地想要留在美国发展 他再也过不惯这样的日子 只希望能够有一天存满足够的钱 通过跟一位美国人假结婚的方式来获得绿卡 这绿卡可以给予一个人在美国长期居住的权利 相应的也可以获得合法工作的身份 以及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 除了在美出生就能直接获取美国公民以外 的确可能没有任何一种方式 比跟美国公民结婚 能够更快地取得合法居住身份 江伟的计划便是希望让小鱼先与他人假结婚 然后等小鱼拿到绿卡过后 再解除婚姻 并与自己结婚 以便再帮自己拿到绿卡 这的确是移民的一种捷径 可这种虚假婚姻本身就存有欺骗政府激落的嫌疑 故而一旦被发现便会面临刑事的处罚 好在重赏之下必有永夫 办假结婚的中介给出了两万五千美金的高价 可情侣俩东聘西凑 也不过只能筹到一万余美金 就在二人一筹莫展之时 一位叫做马里奥大叔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就出现了 年轻时候的他也曾是斗志昂扬的左派青年 更曾组织参加反越战争的示威 因此获罪 在自己新婚过后的第二天 就被抓进了监狱 一关就是三年 在那之后 马里奥的生活跌入了低谷 夫妻二人更是结束了婚姻关系 贤妻更是常年在外演出 他从来都不知道妻子的行踪 中年生活的不如意让他逐渐开始用赌博来麻痹自己 可赌桌上从来不会让任何人能够在这里成为富翁 很快 他就变成了一位身负九千美金债务的老人 由于他在年轻的时候曾是一位作家 迟至如今 那每年微薄的版税收入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导致他无法领取救济金 这无疑对马里奥来讲是雪上加霜 加上人已经是老迈困顿 在看看自己居住的漏市 电路老化 假剧破旧 一位默契沉沉的老人对着凌乱不堪的房间 生活不知应该如何进行下去 马里奥在无疾可施之际讨着的打手又找上了门 好在由于两人是老乡时 打手手下留情 假装收拾了他一顿 宽限他几天的时间 叮嘱他赶紧找人借点钱 把债还上 正是这样的机缘巧合 小鱼江伟还有马里奥的命运就被汇聚在了一起 江伟付钱给马里奥 让小鱼和他假结婚 如此一来小鱼可以如愿拿到绿卡 马里奥也可以把债还清 失神之后 小鱼有了绿卡 江伟的身份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这套方案步骤清晰 结果明确 小鱼和马里奥都得到了益处 而在江伟的心中 自己似乎才是做了那个最大牺牲的人 原本三人都觉得 这是一笔付了钱就可以搞定的买卖 但移民局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尤其是看到这段相差40岁的忘年恋 更是加重了他们的怀疑 于是他们就派遣了工作人员 多次来马里奥家中查访 以便确认马里奥与小鱼是否是真实的婚姻 不得已 小鱼只好临时搬到了马里奥的家里 依应对移民局的突击访查 不过此时的马里奥对这一对投机的年轻人 并无好感 更是趁机索要了每月119块9毛9的租金 就这样两人的室友关系正式开启 而小鱼只能每周往返于工厂江北的居所以及马里奥的家 可小鱼与马里奥的生活习惯并不相同 两人在一起生活难免有些许的摩擦 这马里奥家中脏乱 小鱼则喜好干净 趁着对方不在 赶紧就为其收拾了一番 不过马里奥作为一名作家 早已经习惯了这种杂乱无章 却只有自己知道这其中规律的生活 因此当他看到井然有序的房间时 不禁大发雷霆 面对这生活习惯上的种种摩擦 小鱼也只是连声说了抱歉 许是在这之后发现了自己的失态 马里奥希望可以为小鱼买些许的东西作为补偿 彼时尚有些拘谨的小鱼脸盲婉拒 I am sorry 以及No thanks 是小鱼说过最多的两句话 有礼貌 鱼不希望给对方添麻烦 这大概就是马里奥最初对小鱼的印象 一如大部分华人在美国的形象 后来两人渐渐熟络 由于纽约的住房面积过于紧张 往往公寓里全都没有洗衣机 故而小鱼每次去洗衣店中 都会帮马里奥一起洗涤衣服 为了感谢小鱼的帮助 马里奥在心情大好之时 也会下厨为小鱼做饭 他用袖子擦了满是灰尘的餐桌 用心的摆好了两个人的餐具 只是这个时候姜伟却来了 看到桌子上的高脚红酒杯 无疑这一切都会让他心生不悦 当他与小鱼独处的时候 姜伟更是毫不掩饰的对小鱼表示 马里奥竟然是一位拘行不良的坏老人 小鱼只好温柔的为马里奥辩解 可谁想这只会让男友粗意大发 更是让他气急败坏的怀疑 小鱼和马里奥是否早已经有了什么其他的关系 为了男友而牺牲一切的小鱼顿时倍感委屈 当他问起前日姜伟为何一整夜都夜不归宿的时候 适才还咄咄逼人的姜伟 顿时便吞吞吐吐起来 连称自己作为文化人是在好友处 没日没夜的在读书 这三人的相处本来就已经是困难重重 可谁想马里奥的前妻Lita还加入了这乱局 让这段关系更是变得一团糟 前妻与马里奥相识于两人年轻的时候 那个时候马里奥是一位意气风发的作家 而Lita是美丽迷人的音乐剧演员 曾经令人羡慕的情侣 却因为马里奥当年的入狱最终分道扬镳 不过他们似乎还在心底深爱着彼此 整日奔波的Lita把马里奥的家 当做了自己在外漂泊时的一处港湾 偶尔也会回来修正 严格意义上来说 他们从法律上来讲已然不是夫妻 但内心当中又把彼此当做了自己最亲近的人 然而当这一天Lita跟以往一样 突然闯入马里奥的家时 陌生的小鱼让他马上就愣住了 尽管马里奥赶紧就将事情的起因经过 跟对方解释 不过不难想象的是 老公从来都是盖部外界的 哪怕是前夫也不例外 Lita当场变歇斯底里的宣誓主权 让小鱼马上离开 正巧这是江北也赶来了 正当他们争吵不休的时候 移民局正好上门查访 为了掩盖骗局 马里奥只好一把裸过小鱼 并称另外的两人分别是自己与小鱼的亲戚 一场风波暂时平息 Lita虽然不在急着把小鱼赶出门 却处处的围栏她 小鱼依然是在那只是默默的忍耐 并不与她计较 时间一久 或许是Lita也理解了小鱼的难处 从此便也没了捉弄她的乐趣 在两人的相处过程当中 小鱼和马里奥开始慢慢的照顾彼此 小鱼会在回家的途中 为马里奥买一份他爱读的纽约时报 渐渐的马里奥也会给小鱼留门 或在听到对方开门的时候 拉亮走廊上的灯 他们的生活就在这样的小打小闹当中 慢慢的趋于平缓 四人维持着这样表面平和的契约关系 在这样的平静当中 马里奥重新开始写书 书名叫做马里奥的故事 小鱼也逐渐开始了解关于马里奥的过去 他一边白天去打工 一边晚上学着英文 希望能够有一天可以读懂马里奥曾经的著作 偶尔小鱼还会为马里奥做一点中餐 在闲聊的时候 马里奥这才得知小鱼原来是一位孤儿 而江鱼的母亲正好就是小鱼所在孤儿院的院长 孤儿小鱼和江鱼从小相识 两人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 后来江鱼出国念书 但其母担心儿子无人照顾 于是便想尽了办法把小鱼送来了美国 所以小鱼来到美国就是为了江鱼 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别的追求 一切的重心都放在了男友身上 甚至连每月付给马里奥的房租都是小鱼自己打工所挣来的 他表示江鱼的钱需要付他自己的房租以及学费 马里奥从未想过小鱼的真实生活竟然是这般的情形 连他付给自己的房租都是在被老板压榨过后 从十分钱一件的制衣费当中慢慢宰出来的 早至如此 他是定然不会收下这房租的 又一天小鱼一如往常在制衣厂工作 而制衣厂里全是和小鱼情形类似的华人女工 车间的录音机当中播了一首老歌 歌声婉转很多人都侧耳倾听 随着旋律流淌过耳边的歌词里 诉说着一位女性对爱人真心的渴望 以及对于自由意志的向往 这动人的歌声也同样在运贴着小鱼的内心 他想起了江鱼的朋友老柴 一人在美国打拼 为了拿到绿卡 夫妇二人长期分离 一朝终于如愿 弃而得以来美团聚 然而生活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般灿烂 依旧是清贫结局 这些年的分离 这些年吃的苦 这些年错过的机会 是否能被一张绿卡而轻易填平 听着这样的歌声 小鱼陷入了沉思 自己似乎也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任何的选择 好在小鱼的绿卡申请颇为的顺利 玛利奥告知他 不久以后就可以参加绿卡的面试 只要通过 那么小鱼和江鲁的愿望就能马上实现 可由于面试当中 可能会问到两人日常生活的细节 为了能够更顺利的通过面试 小鱼决定带着对方了解自己的生活轨迹 走一遍他平时会走的路线 天色渐暗 两人走到了东河的岸边 夕阳和夜色交叠 一切的边界都温柔了起来 远处是一河之隔的长岛市 而两人在这一段人生旅程当中 也早已经不是简单的契约关系 他们似父女又似朋友 但似乎又不止于此 这个如今看起来很糟糕的老头 曾经也是心中充满理想主义的嬉皮士 他向女孩承诺 若是日后有了钱 一定会把这笔钱首先归还于他 小鱼则再次觉得给对方添加麻烦 奶奶的说着对不起 而玛丽奥急忙就告诫了他 他并没有需要说任何对不起的地方 沉溺于赌博的玛丽奥 也许曾经觉得自己就像一颗蛀虫 可小鱼的善良 让他能够重新的正视自己 他们之间早已经说不清 谁才是那一位被拯救的人 另一边 姜伟和玛丽奥的妻子 正在家中等着他们 此刻的姜伟早已经不耐烦 正好 移民局的人又再次上门调查 情急之下 姜伟只能藏在了窗子外面 丽奥正要去开门 好在 玛丽奥和小鱼终于返家 家里满是丽奥生活过的痕迹 为了不允许怀疑 丽奥只好配合着演了一出戏 收拾行李 走出家门 移民局的人走后 逃过了一劫气冲冲的姜伟 斥责小鱼 为何在外面待了那么久的时间 因为担心玛丽奥出状况 小鱼去了前妻丽奥 希望她能够在自己未来离开以后 去照顾玛丽奥 丽奥望着小鱼清智的面庞 只是叹了口气 这么多年以来 他们早已经变得不再强烈的需要对方 如今两人的心都已经是千疮百孔 丽奥终究还是没有回去 而小鱼也只好离开 她无力改变这对曾经相爱之人 几十年的隔阂 神虎的面目 或许本该就是如此 面世的这一天 马里奥穿上西装准备陪同小鱼 移到前去移民局 可此时小鱼却突然情绪崩溃 说自己已经不想去了 原来小鱼已经发现 姜维在这段时间 与别的女孩发生了关系 背叛了自己 之前自己一心想要拿到绿卡 也只是为了帮助姜维 如今姜维如此对待自己 此时的她却不知道 自己这么做究竟还有何意义 提到这里 马里奥耐心的上前劝慰 她尊重小鱼的一切决定 拿绿卡这件事情 不应该只是为了姜维 而是她应当为自己所负责 小鱼在二十多年当中 都一直在为对方所牺牲 或许也是时候考虑一下 自己未来的出路了 最终他们还是去参加了 绿卡的面试 一切进展的颇为顺利 小鱼成功拿到了绿卡 似乎这一段人生经历 马上就要告一段落 而另一段人生的旅途 也就要就此开始 只是有些人 有些事 早已经回不到从前 小鱼还是缺少了一点 离开姜维的勇气 他们和好 却再也不能如初 姜维的背叛 自我的否定 就像一根鱼刺 扎进了小鱼的心中 而姜维更是心中 仍然建议 二人先前同居的日子 也不再信任小鱼 对小鱼的态度变得回避 两人的心已然渐行渐远 最终割舍不下的小鱼 还是预定给他们的未来 一个机会 于是他回到马里奥的房子 收拾行李 准备彻底的搬离 回到姜维身边 去发现 眼前的房间 已经被收拾得干净整洁 小鱼心喜于对方 生活习惯的变化 可此刻的马里奥 正安静地躺在沙发上 小鱼本想扶他去卧室休息 却发现 此时的马里奥 已经动弹不得 原来是他旧病复发 已然中风 小鱼本想马上呼叫救护车 去被对方制止 原来是他不一定不想 一个人孤独地 待在病人的医院当中 心软的小鱼 也只好作罢 很快 马里奥已经变得苍白虚弱 小鱼感恩其多日以来的照顾 想为他再做一些事情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 原来是姜伟在楼下催促他 小鱼请求 是否可以让自己再多住两日 以便照顾病重的马里奥 姜伟非但不同意 更是以分手相逼 那曾经自己所向往的 对生活的选择权 此时 以一种决局的方式 呈现在了小鱼的面前 没有人可以再替他做出决定 小鱼并没有走 当他转身来到马里奥的房间时 马里奥已然去了另一个国度 小鱼气不成声 楼下再次传来几不可怜的喇叭声 一声接着一声 好在小鱼思索片刻过后 终于不再理会 这时的姜伟走上楼 却没有敲门 小鱼和他好像只隔了一扇门 可却又好像隔了万水千山 听着姜伟远去的脚步声 小鱼平静无言 最终他回到了马里奥的房间 为他拉上了窗帘 曾经这任的脸庞依然纯净 不过女孩终要长大 踏上自己的前路 有人说小鱼单纯善良 甚至有着些许的懦弱 其实不然 虽然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 可没有多少人 会为了自己的另一半 愿意远渡重洋 甚至不惜去嫁给一个 自己不喜欢的人 只为了帮助对方 能够早日获取合法的身份 其实华人女性 从来都不缺乏勇气 她们有勇气去面对生活的艰难 去面对社会的不公 去面对家庭的不幸 只是唯独少了勇气 去选择自己的人生 其实又何止是女性呢 男性也同样深受其害 我们可以逼迫自己 去接受逆境 可以让自己 在艰苦的条件当中 逆来顺受 可终究难以做出选择 去改变那已经舒适 习惯的生活方向 对于小鱼来讲 离开江维 并不仅仅只是情侣之间的分手 甚至还意味着 要与江维的整个家庭 去做切割 作为一个孤儿 可能江维的全家 是小鱼在这个世界上 最接近亲人的人际关系 甚至相当于是 跟自己人生前20年的生活 去做切割 我们很多人或许 也都曾经与小鱼一样 因为不愿意舍弃原本的生活 只能被动的去选择承受其中的苦难 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事物 并不值得去留念 有很多人并不值得去挽留 希望每一位同好未来 都能遇到一位值得托付的锻炼对象 我是舒跟秀木 感谢您选的与我一起 虚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期再会